大哥行事莽撞 父皇已经责怪过他了 如今 父皇在这儿诏书中也说了 命三弟你 重领行军大总管一职 主理镇西军军武 即刻率兵持援长重 若是三弟 还是不肯消气的话 那我就只好 只好带父皇 向三弟赔罪了 二哥 这不是 要献我于不忠不孝吗 父皇也只是想让三弟 不接迟啊 我要你放弃谋夺长州 入赘崔家 接管崔家军 我就将阿英徐配给你 大将军 此事我做不到 小子 不然 骨头还挺硬 大将军 还请自我一身遗物 免得被阿英看出来 你给我看看 你是受伤了吗 没有啊 不对 你把衣服解开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能让人解开衣服呢 你不解 我让人把你绑起来 我自己解 不解不解 快 吃不吃东西 我给你弄东西吃 你解开 你把钱也让我来 你怎么会